桌上有过年必吃的干 还有寓意步步高升的年糕 以及香脆可口的龟嘎贝 这些都是准备过年的节奏没错 而打点这一切的是他 努阿迪巴 我开 我朋友开 哪里开 是我 我朋友 要给努阿迪巴吗 很爱 你注意到了吗 努阿迪巴和孩子 可是用华语在交谈呢 现年42岁的努阿迪巴 其实是一名华裔 他在2003年3月皈依伊斯兰教 两年后嫁给了一名马来警员 两人诞下了三名小千金 分别十、八和两岁 他们一家五口比别人更幸福的是 每年都会庆祝农历新年和开斋节两大节日 人家说 重要过一切的亲情 一一排除了两个家庭的文化障碍 虽然努阿迪巴皈依伊斯兰教 但是血浓于水 无论家里的距离多远 宗教文化差异多大 唯一永久不变的就是回家团圆 NTV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